在南双方面除了富矮丰蔡云没有去参加之外 南双的最强队伍基本上都参加了这一次的总决赛了 中大层里龙大在刚刚结束的中国香港最后一战的超级联赛 也是获得了南双的冠军 韩国组合正在城里龙大 也是战胜了马基斯亨德拉 也战胜了他们对马来西亚的拉蒂夫跟塔扎里 也是三战全胜进入到半决赛的 郑寨腾里龙大今年的成绩也是非常好 除了在北京奥运会他们没有能够打进决赛之外呢 在今年的十二战的超级联赛里面 三月份被誉为小市井赛的全英赛里面 他们是也是拿了全英超级赛的冠军 接下来又拿了瑞士赛的冠军 一直到中国公开赛 正在城里龙大又是拿了一次超级联赛的冠军 又香港又拿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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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隆大真是一个双打的天才 他最早是拿过世界青年锦标赛的男主单打的冠军 但是韩国有这么一个传统 单打里面打出来好的都挑选去打双打了 历来韩国的双打一直是他们的强项 比如以前的80年代90年代的朴柱凤 何泰拳 金东文这些都是双打好手 都是在世界名列前茅的双打好手 这是李隆大 李隆大还跟李孝正配获得了红和双打的北京奥运会的冠军 也在分战赛超级联赛里面 他们俩也是合作拿了很多冠军 继续 二十五 这次总决赛排在三号种子 他的对手马来西亚的古剑杰陈文宏 是排在六号 印尼的是基多萨迪亚万是排在一号 二号的是马来西亚的拉蒂夫塔扎里 但是现在是三号种子对六号种子 小组赛里面是循环 现在双方的两个队都是以全胜的成绩进入到半决赛 半决赛是淘汰 比赛一开局双方都已经打得很激烈 这种双打的技战术发挥的淋漓尽致漂亮 都是通过在往前的正手勾对角 反手勾对角来尽量的把球拉得更开 寻找进攻的机会 由于正在场第一次越纠了之后 整个重心还没调整起来 结果对方又是搞了一个勾对角 那么可惜对方勾对角把球勾了出击 现在我们给大家现场直播 直播的是马来西亚总决赛的第四场的男子双打的比赛 在第一场的混合双打里面 印尼队的维迪安托纳希尔是战胜了丹麦队的托马斯跟卡米拉 维迪安托纳希尔是获得了混合双打的冠军 女子单打的比赛 周密战胜了他的队友王晨 周密拿了冠军 男子单打的比赛 李中伟战胜了盖德 李中伟获得了冠军 现在是第四场的男子双打的比赛 马来西亚的城市 冠军非常的不错 在他们沙巴州的周密体育馆打球 然后他们又有三个单向都进入到决赛 北京都说 发球裁判判了李龙大的发球 雷利 在昨天的半决赛转播里面 李龙大的发球已经是被发球裁判警告过了 这是郑嘉诚 现在羽毛球的发球呢 发球方也是有点像女排那样 先给自己的同伴做一个信号 发在什么区 让自己的同伴好做准备 韩国队的轮番扣刹很可惜 自己的大力刹球 但是可惜的球打到了往下 这是陈文宏 陈文宏 陈文宏在发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